感谢所有的朋友再次打开您的频道 收看今夜十点见的节目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要给您介绍一个健美的美丽 要来给您谈谈美的新篇章 究竟以往人家觉得要鲜鲜弱弱的美呢 还是要健健康康的美 而健康的美里头还有利于美 而这些的美在很多人身上展现的不同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一位 我信很多国内来的人 大概都还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这个拿过十届全国健美的冠军 同时拿过两届的亚洲的冠军 同时在国际上有许多展现的时候 让很多人对他一记忆犹新 这样的一个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他先用他纤细的美丽 要来这个地方跟所有的朋友问安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我们的健美老师 其实也是我的老师了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 谢谢常心丽小姐 SAM你好 大家好 我们说了相信很多人对您都还记忆犹新 你看您这说人很鲜瘦 但是我们一会儿慢慢从他的照片里头 从他曾经参加比赛里头 可以看到他这一身健美 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脱掉西装 然后用一身健身服来配合他做这样的访问 先来谈一谈 您跟我说过您是在新疆长大的孩子 我一直觉得因为新疆我去过 我觉得我对那里真是喜欢的不得了 谈谈看您在那里的生活吧 新疆呢 其实是我们就说 我们新疆是最美的地方 因为它有 我们说它有世界 具备世界风光 首先它有草原 沙漠 戈壁 雪山 还有我们最爱吃的水果 还是考全羊之类的 所以去过新疆人都觉得 哇新疆是个好地方 新疆真好 当然我想老师您自己在新疆那边长大 可是据说您是从小在体育方面 就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是天生的 爸爸妈妈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谢谢 谢谢夸奖 首先我觉得要感谢上帝了 基因好 基因好 其实我有时候我的学生也问我 哇你们家都练体育吗 其实我爸妈他们织边建设新疆去 一直在干农活 开垦 开垦那个新疆土地 但是就这种环境 这种运动 让他们体能很好 所以我一出生长大 我就从小就体能也很好 不过您提到了父母 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健美 谈的是健身 但是我提到 您提到了一个重要点说 爸爸妈妈都是去新疆 去织边的那一群人 其实那一群人 这些年来有很大一部分的篇幅说 应该感谢那一批人 那一批人去到了新疆的建设 没有他们 也许没有今天的新疆 谈谈看作为一个子女 看到父母都是从内地去到新疆 这个边陲地方 然后一投进去 其实就是很难再回 回到原来人生的地方了 谈谈看您的父母在这边 你自己作为一个资编的儿女的情形 其实我是我们因为就在那里出生长大 其实对于这个资编的概念 小的时候是不理解的 等我长大以后 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 包括有一些资编的 当时从上海去的 从西安去的 有些儿女回到了国内 他们就说的 回到了就是上海啊 包括回到了儿女 回到了西安 然后他们就说 哇 当时在新疆很苦 我就说我就没觉得苦啊 因为从小就习惯了 但是最后其实 当我又回到 经常在北京上学 尤其来到美国以后发现 新疆的这个自然环境 真的很恶劣 在那里的父母那一辈 挺不容易的 一待就是一辈子 其实 其实就是说 你真的就是说 你到了北京 到了美国之后 发觉其实新疆的天然的 生的条件 还不是若现在的地方 当然现在新疆发展是很好 可是在那个时候是困难 所以你不觉得 你小的时候 有那种困难的情形吗 小时候因为没有比较 也觉得挺好 但是过后发现 他自然环境 还是有恶劣的一方面 比如说风沙大 沙尘暴角 比如说呢 我就很少在新疆 那个城市里面 那个参天大树看不着 都是小树苗一样 都是人为的种植的 当然了就是缺水 我在那里皮肤 感觉都快干得不行了 来到美国以后 发现离海这么近 自然皮肤都会觉得好一些 不是 这一个我在新疆 看到很多新疆的女子 那个皮肤都比较粗糙一点 但老师今天 丽丽老师在我面前 老师皮肤 我在他面前 没关系 永远有一个比较 前一下 我今天在跟导播说 为什么今天这么 原来是在一个美女的旁边 谢谢 来谈谈看您从小 在体育方面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小的突出 您就是在跑 能的方面 就特别的强 其实还真是跟从小的这个体能天分有关系 我呢就是一二年级呢没有参加学校的比赛 三年级呢参加学校的跑步 一参加呢我就获得了全校长跑第二名 只有一个六年级比我厉害 那是时候几年级 我才上三年级 就是三年级的跟六年级在一起比 我参加了全就全校第二名吧 这样的话被学校的校队的教练 就加强到校队去了 这样一练又练了将近一两个月 我就成为学校永远的第一名了 不管跑八百米 一千五百米 三千米 永远就第一名了 所以这个体能还是脱颖而出了 就是说从小在这方面 就是比一般人出色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 运动员常常开始训练之后 就会忽略到工作 但我记得我跟李立老师聊天的时候 谈到说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有些人四肢发达 头脑就简单 但其实就在真正的科学研究来讲 越是运动好的人 他的头脑反应跟逻辑都很强 那老师来看看 您自己学习的过程怎么样了 谢谢谢谢夸奖 不过我从我自身来说 我认为你刚说的有道理 为什么呢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到我初二的第一学期 我永远没有出过我们班的前三名 学习上面 没有永远在前三名 永远在前三 并且体育永远是全校第一了 但是学习永远在前三 当时我因为本身的 可能就是从小会跟着教练的任务走 也会跟着班主人的思路走 所以有一次 初二第一学期开家长会 老师就把我姐姐叫上去说 你讲一讲 你妹妹是怎么在家里学习的 为什么体育又这么好 学习也好 我姐姐上去说 我妹妹我没见她在家写过作业 然后从来都是在运动场上训练的 然后其他的家长觉得 这家长吹牛吧 不对吧 怎么孩子都没见过 就是没写过 实际我在回家之前 作业全部一起来 回家他们看到的我 就是回家好像训练也结束了 什么都结束的我 所以这一类的就是可能他在上课的时候 已经把老师的部分抓到心中了 对的 那个这样的一路的体育的栽培 到什么时候 你就开始有专项的训练呢 从其实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就开始练女子摔跤了 但是也上学也训练 但真正进入专业训练 基本上不上课了 那就是初二的第一学期 我进入乌鲁木齐市体校了 进体校以后 就是Fox上整个训练 然后有比赛任务 从应该是从94年开始 全力进入专业训练 专业训练的主要 您刚才提到的是举重 第一个项目是柔道 专业训练的这是 柔道之前是摔跤 摔跤呢 属于在学校里面 五年级六年级少年摔跤 摔跤 那么丽丽老师曾经有过 比较喜欢斗殴 打斗 因为提到了柔道也好 摔跤也好 今天我要小心点 我都今天我都说赞美的话 你知道吧 我不敢有冒犯的话 冒犯就过来了 但是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 因为你要有拼搏的心 你要把一个对方 彻底的腰在地上 或者你要打吉他 有没有一种比较有一个斗狠的心情 有没有 是这样的 我们说比赛更高更强更快 就是奥林匹克精神了 我们说打架之中 也是稳准狠 所以我们在比赛之中 其实真是把这几个全部贯穿在一起了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比赛任务 就是你必须要冲着冠军去比 同时你在比重经济项目 在比赛过程中呢 你不打他 他就打你 所以你这种 你就不能有犹豫 有一次我就知道 我在比赛中 其实真的犹豫了一下 柔道的时候 又要撇关节 反关节剂 就是要 我就当我撇他的时候 我还是下不了手了 稍微手软了一下 就我这犹豫了零点几秒 我被别人撇了 差点给我撇断 当我 对的 当我差点把我撇断了 等我再站起来再摔他的时候 我就是报仇的心态了 那我也能下得了手了 所以说这个 这您讲的 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斗狠 其实是不一样 而是你的那种 文准狠 跟你那个要拼搏 奔着冠军去的 那种心思 不能在里头有半点的迟疑 其实运动家的精神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但不可否认 任何一个专业的训练 都不容易 老师您自己 在训练过程当中 有没有 其实你除了这么 这么年轻 就进入了一个专业训练 你那时候 知道你会有这么辉煌的后来吗 谢谢 其实我每次做任何一个运动 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只把当时 就在当下做得最好 当时也是很小了 就十几岁吧 但是我就知道 我要今年有个任务 要拿我们的新疆冠军 我要在这个级别里脱颖而出 每一天的训练我都要达到最好 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提到了就是说你要先开始是拿到第一或者先要强好 但总还是有挫折 特别是在训练 你不是一开始第一 当然你到后来拿第一次以后 你开始得到全国的冠军 但是问题是在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运动员最大的一个进步 可能就是经过一些的失败之后再偷破 您自己有过这样的过程吗 天天都有 首先从运动员来说 他的训练强度非常大 每一天呢 就是我在柔道的时候 柔道服是很厚的 大家可能看过那个跆拳道的衣服 但他要比那个厚五倍最少 然后衣服全是湿透的 可以凝水的 然后那个训练的泪 其实当时每一天都觉得 哎呀为什么自己好好日子不过 选择这么苦的行业 但是发现不行 必须把它坚持到底 就这样还有伤痛 全身不管是手腕肩胛骨脚踝 其实都是伤痕累累的当年 您知道一个女孩子要从事这方面的训练 和一般人会稍微有所不同 因为我相信您在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 其实整个中国已经开放了 很多现代化的东西 时髦的东西 可能都已经进去了 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女孩子 特别是您这脸长得这么小 又长得这么秀气 但你却做的是一个相当粗犷的运动 是大部分的女生 所不会做的一些事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 有时候女生也比较坏 就会说你看那个男人婆呀 或whatever 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 然后因为你走的是比较 粗犷的一个运动的情形 有没有在过程当中 你自己有一点挣扎 或者说我就是喜欢 因为我从小就是运动员 所以我接触的身边 其实运动员偏多 并且我的体育比较 相对出类拔萃吧 所以我永远其实就是跟大家是另类的 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后面选择了这种又是摔打项目 又是肌肉的 大家见我从来没按正常人看我 我就记着有再大一点人家说 哇谁敢娶这个女生呀 但是当他说这句话说 我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我知道他不懂 OK 其实我觉得跟丽丽老师 当然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有自己的顺序 可是我跟你看看这个女的 倒不再给我那张照片 你看人长得这么的漂亮跟纤细 你看那个肌肉 对的是这个谁敢娶这个女人 OK 谁敢娶这个女人了 但是你刚才你刚才的那句话 就是重点是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 从您的言谈之间 你就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谢谢谢谢 这个训练是从哪来的 这个自信其实不仅您第一次说 我是好多人都 好多就是媒体吧 我在国内比赛时候 很多媒体包括底下的观众都觉得 哇曹新丽很自信 其实我可能跟我从小 比赛一路以来都是冠军 这个慢慢慢慢养成和奠定了 这种自信的这种习惯 所以我的世界里没有不自信两个字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觉得 哎呀他很自信 我其实没有 没有很少去体会 不自信是什么滋味 但确实有一次在我人生比赛中 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冠军 那一次因为小小的一个疏忽 没有拿到冠军那一次 当时在后场那一刹那 我那我人生第一次体会 没有自信了 我最后就发现 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 是你的实力不够 因为我平时比赛一路以来 没有没有自信 我那一次体会到 哇那个运动员 今天比我厉害 是因为我准备的不充分 所以我就一直在提醒自己 每一件事情做的最好 你永远是自信的 你要没做好 你信心哪里来 你说 不过但那个经验 对您来讲 是宝贝的经验 宝贝 那一次对我那一次 我国内的比赛 这是我第一次比赛 就是真的在那后台发现 哇自己从里面少了一点自信 因为一路以来其他时候比赛 百分之一就心中知道一定关键是我 其实你知道我访问心里老师 不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健美方面的 我觉得其实我要丢给大家的是 那个自信的东西 其实是很珍贵的部分 就像你的自信能够感染到评审 可以感染到观众 觉得这个人有自信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但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曾经有过在运动场上 泪洒过运动场吗 有 其实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在德国比赛 2005年世界体育大会在德国 又是每次都是人生中比赛多 所以我说的可能例子也是比赛多 那那一次实际 我以为我是冠军主 一路以来都冠军吗 预赛比完 不管是观众还是裁判 给我这种掌声和感觉 我就是冠军 所以这个脑子里印象的第二天决赛 我一定是冠军 结果在念比赛名字的时候 五四三的时候念到我说 我都愣了 哎呀 那个眼泪 马上就在眼里打转 马上就下来说 我就 其实是失望 其实这个眼泪是我自己感觉 很难过的眼泪 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好 我在中国的母亲也好 他们觉得我可能觉得 哎呀 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感动的 因为觉得世界第三也不错了 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想拿第一 所以那个那个眼泪 只有我自己懂 是委屈的眼泪 但是其实其实都是珍贵的 但是你知道 其实心里老师跟我讲过了说 真正重点是因为 他在运动的几个专项里头 转对了方向 那事实上你本来柔道也好 摔脚也好 也非常的出色 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有所转型 其实我最先第一件 第一个项目练的是少年摔跤 摔跤之后呢 整个那少年练的 就是小学的五六年级练的 等到初一的时候呢 有更高训练的学校 就是乌龙齐式体校 到初中按照柔道人才报招走了 因为摔跤柔道很多相似的训练 训练那个技巧 我招到体校以后呢 就是柔道进去 柔道进去进入专业训练 柔道练了四年之后呢 也是不同的新疆的比赛 都在青少年组 因为那是十几岁 十二十三四岁 拿到新疆冠军以后呢 有整个领导决定 把我们整个柔道团队 改成了女子举重 所以其实那种 no choice 就被安排成选 改成女子举重了 女子举重了 全中国水平非常高 全中国前十三名 任何人出去 可能都拿世界冠军 所以当时我们在 女子举重这块呢 是我训练最辛苦的时候 觉得哇 永无出头之日 因为那个训练水平很高 因为我是转过来的项目 和别人从小开始的 他还是有一定的 一个时间差 还有一个训练内容的差 当时觉得 哎呀这怎么办呢 但是感谢上帝了 我其实又后面 阴擦阳操 又转成了健美 那我转健美 也是因为我当初练举重说 我们聘请那个教练 这个教练是内蒙古的 叫段平顺了 他说哎呀 他说心里 你的股价比例 头型适合练健美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健美 我就听听 没当回事 当若干年以后 我都已经当小学题老师了 然后呢 看到一家健身房 就觉得哎呀 想起那个教练 当年说的 说下去看看吧 一下去看完以后呢 我当时也有肌肉 刚刚退役才两年嘛 然后那里面教练说 哇你给我做一个深蹲 我一做他一看我做的很标准 他力量这么大 就跟我说了 我免费你去练 我说好玩的就这样 一拍即合 其实转项目转的非常对 我只练了一个月的健美 我拿了我们新疆健美冠军 OK 其实当然谈到 我们今天 你看我们导播 给我们好多您的健美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会谈健美 但重点是我觉得 您刚提到了举重 然后我们谈一下举重 因为对女子来讲 举重 在国际项目来说 是很被重视的一项东西 然后你自己也 你那个时候在举重的时候 有没有拿到一些 比赛的名字 当时先说举重了 就是女子举重的时候 我当时练举重 是我十五六岁的年龄 当时属于当然新疆女子举重 我们肯定就是我们这一批 最好成绩了 那我们会在跟全国比赛的时候 我们属于中流水平 OK 因为那个比如说那级别的冠军 亚军季军 那已经在我们 比我们早练举重十年 OK 因为举重真正的运动员 从作为运动员的苗子 八九岁就开始了 我们十五六岁才转过去 所以这个中间无法补差的这个 但是呢 就是我们当时是中流水平 但是我知道 我这辈子在举重这个项目 在中国拿不了冠军 因为我知道这个 这个尖端的这几个运动员 是已经苦恋了 将近快二十年了 所以当时转项目对我来说 人生是一个 是一个转类点 就像您自己说 感谢您的 这个感谢上帝了 就是说让你转的对 但心里老师你知道 也许这也是一个 因缘际会的好 因为做举重 有的时候太年轻的苗子 做这些事情 对他的身形 就会受到影响 但老师就不受到影响 因此过了那一个真正的成长期 所以您的体型身形的 Potion比例 到现在还这么好 这也是另外一份 值得感谢的事 谢谢 哇你说 真的有道理 因为我发现 我在一起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 其他级别的 就这些女生相对都 被压矮了 都压得五短三粗的感觉 那我们十五六岁再转过来 其实就像您说的 长个儿长起来了一点了吧 再压也没被压下去 开始您提到了 就是说进入健美的世界里头 在健美的生涯当中 就开始有很多国际的比赛 before我谈到健美之前 我要想想看 谈谈看你们这些运动员 你们对于国家的那种感觉 恐怕跟一大部分 一般的普罗大众不太一样 当你们听到了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升旗 然后国家的国旗升旗的时候 你那一份对国家的情感 以及那份荣誉感 恐怕要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谈得跟这份的部分 因为我是在五星红旗下长大 这个移民过来才十几年 之前的确实是从小学到初中 包括我一直参加任何比赛 最终我们听看国旗知道你是第几 听国歌知道你是第几 所以每次在世界比赛亚洲比赛时 当听到中国我两次亚洲冠军 听到中国的国歌的时候 好像分外的在那会感觉祖国更神圣 然后更觉得哇 我多年训练的这些都得到了回报 此时有的时候就是感谢起来 就是觉得哇 自己这么辛苦的训练完全都值 就值得 又觉得我家里面人给我付出的 不管是给我放松按摩做饭 也觉得感谢 包括我的教练再说大一点到领导了 就觉得这一路以来 这一个金牌里面包容了太多人 对我的关心和关爱 不过心理老师提到这一点 倒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那一块的金牌 那个含金的人该给分享的人 其实是很多的 因为是很多人努力 而且坦白讲也是要牺牲 牺牲了很多年轻小女孩 跟家人相聚的时间 多少可以跟家人相聚的时间 甚至逢年过节都回不了家的情 当然我不晓得您有没有这种情形过 就是这样的一个牺牲 是全家人的牺牲 还不是只有你一人的牺牲 其实我从小跟家里面在一起的时间 特别特别少 因为我从小是在新疆训练的时候 训练环境有限 经常把我们送到苏联训练 新疆离苏联接壤 所以我从小时候被送出去训练 跟集体生活好多年 就跟说半专业 半军事化了 我只有来美国以后 其实跟父母的时间才开始 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集体生活 所以到我现在就是 我喜欢一起集体出去吃饭 集体出去旅游 集体习惯了 你知道吗 星老师 这很可能就是你的一个 今天你是幸运 你可以把曾经失掉的 在这些年给他弥补 但你晓得多少的运动员 这一个失去的弥补 是很难回来的 特别是这么小就被送去 因为专业训练 就是得要这个样子 所以说就失去了很多家 可是带回头的时候 很多时候亲人也许不在 也许都有这种情绪 是我我记得我们有一些校友吧 都是运动员校友 因为在比赛家里面人去世了 家里面人都没有告诉这个运动员跟教练 只有他比完赛了还把他分心才告诉他 所以有的时候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讲 哎呀为了跟家人见面 我宁可不比赛 我都要去见家人 但当时的情形 家人也是为了运动员考虑 觉得一切要让这个运动员 以永远以比赛和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不能让白服出那个目标为准 不过您提到了这一点 你晓得这一个的求胜的心情 是个人跟父母之间都有的 我们谈到了你转到健美 就是说你只练了一个月 就拿到了新疆健美冠军 你那个时候在的健美 你晓得健美里头有健美 但是呢 那个肌肉的线条是你不能骗人的 虽然你身上抹了许多的油彩 但是线条不能骗人 但是健美里头又跟一般的运动不一样 有很多的表演在里头 那个每一个局的每一个的转的 要吸引人家的注目 担担看健美的一个特色在哪里 健美啊 其实在我练这几个项目里面 就摔跤柔道举重到健美 其实健美的运动量 远不如我以前举重和柔道 因为我那只训练其实更苦 尤其是在举重手 包括身上也有伤 也练得很刻苦 但是到了健美 其实以后呢 更苦的是饮食 哦 他的饮食达到了空前的严格 先生老师 我看你人 你那个大腿的肌肉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 这是我赛季 那个照片上全都有当时赛季 我现在呢 其实非赛季 已经有很多年相对的肌肉 流失一部分 萎缩一部分 那只舞台好像是那样子的 这在舞台上 您的肌肉真是练成 是这样 这是千真万全 那时候有男朋友没有 有 那时候有男朋友啊 男朋友很喜欢 是我的陪练 然后也喜欢肌肉女 也就喜欢肌肉女 那你完全是他的菜 您这个是他的天菜 这种肌肉实在是 不 你没有错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 其实我本来想要问你说 就是说 在光辉的得奖 跟您的肌肉的疼痛 有很多的 或者说肌肉的受伤 但是我 您先提到了一点是说 其实健美苦不是苦在 比较歪胶跟柔道 那一种的受伤 比较多 健美的苦是饮食 所有的运动员的食量 应该都比较大 对 能吃能练 能吃能练 但是健美 只能练 不能吃太多吗 健美是这样 它有非赛季和赛季了 非赛季呢 就是平时为了增长更多的肌肉 对饮食的要求 当然了没有赛前那么严 但是在赛前100天的时候 极度严格 为什么呢 保持肌肉的生长 还要让你的脂肪越来越薄 达到赛场上就是那种 我们就说嘛 健美应该像剥了皮的青蛙一样 就是除了一层皮 底下肌肉很清楚 在灯光下油彩一打 很清楚 这句话再讲一句 健美就是剥了皮的青蛙一样 肌肉要很清楚 所以要达到那么清楚的肌肉 一定是把皮下的脂肪全部剪干净 还要控脱水 所以最后 鸡不能吃最后赛前几天 还不能喝水 所以 连水都不能喝 因为是因为身上会浮肿 对要脱水 达到皮下的脂肪 就水分都要脱掉 你就要减少钠的摄入 所以在舞台上 你看到肌肉这么清楚 是既没脂肪还没水分 既没脂肪 所以那个时候的忍肌挨饿 还能够表现肌肉 不过就是说您的肌肉练成这个样 在当时你晓得开始参加一些国际上的比赛 您第一次的国际比赛是在什么时候 先是拿到全国 先是我就说我练了一个月拿到新疆冠军 六个月拿到全国冠军 一年半拿了亚洲冠军 那第一个亚洲冠军是2001年在韩国釜山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以代表健美项目 在国际上参加比赛 那我第一次就拿了亚洲冠军 您在国内拿了十届的健美冠军 有没有人能出您起有目前为止 有在我练健美之前 我在健美界全世界里面应该是年龄最小的 那在我之前国内还有两个女生 一个叫张萍 一个叫梁岳云 她们比我更早十年进入女子健美界 她们的运动成绩也是相当好的 那所以去健美在中国女子的一个 她们是奠基人也好 也是先锋也好 我是后期出来 但是我的成绩出的比较快 她们把我叫一匹黑马出来 说到这个在很年轻 你练了这么短时间 你就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然后一口气拿了十届的全国的冠军 谈谈看初次拿到冠军 就像你那种得意的情形 人会有 人有自信 有的时候也难免会骄傲 你自己就是从这十届里头 你一直拿冠军 而且到后来你认为你所向披靡 而这个心情的转换 到高兴骄傲 到后来接受平和 这个心情我觉得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第一次 我拿健美出成绩十块 但是这个其实很多的归功于我以前的举重和摔跤的基础 那只等于把基础全打好了 转项目转好了以后 出成绩比较快 那当然就像您说的 出成绩刚开始 第一次拿全国冠军就觉得 哎呀他这么容易就拿到了 这是真的吗 就这种感觉 当然了等我再回来以后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比赛的时候 我每次都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骄傲 因为那些前辈们其实论经验 要比我在这方面丰富多 我只是杀出一条黑马 是因为我以前的基础 但不代表着 我不能有一点疏忽 随时我也就是说 我要感谢上帝在每一刻警醒自己 千万不要骄傲 把每一次的比赛 当成前所未有的充分的去准备 所以有的时候 别人都说 哇曹信力是天生的冠军 或者觉得自信 其实我自己在每一次训练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大意 一定要做到最好的准备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但您自己是在什么情形之下 拿了两次国际比赛之后 然后你自己决定退休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 从那样一个比赛的舞台上下来 对很多运动人来讲 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我健美一直来国内连续比过十年 然后出道 我是特殊才来美国的 也是来到这美国以后一直在比赛 一直在比赛 但是比着比着 在美国有一种感觉就是 美国的比赛 好多运动员不是纯天然的 那我一直是纯天然的 所以在这个 我是要持续比赛下去 选择跟他们同一条道路 还是我要退役 这会让我就是一个选择了 所以我最后还是觉得为了健康 我选择更放弃跟他们去同台竞技 但是要使用一些药物 所以我选择了纯天然 然后选择了开始 比如说也结婚了 也生孩子 也创建了咱自己的健身房了 这是这一段 我觉得我们在会下一集的时候 会再跟所有朋友分享 过您提到了纯天然 其实不仅是参加健美的 包括您那时候在健美 您现在回过来 也许可以这个真实 您说您是准健美 可是靠健美比赛的人 完全不靠一点的药物 或者说不吃一些 可体松的东西 你的肌肉怎么可以这么漂亮 谈回一下那个时候 好 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我肯定是100%纯天然了 因为在国内 首先第一个呢 国内中国的药检 兴奋剂检测很严格 这第一个很严格 第二个呢 可能跟我练的那个年代 和我身边的环境 全都纯天然的 对 近几年国内 其实也开始有一点点混乱了 但是还有一个 跟我个人坚持的东西有关系 这块比如说不健康东西 你可以选择 也可以不选择 那我当然就放弃它 因为就从我身上看吧 有些人也会觉得 哇 你这么好的肌肉 你是纯天然吗 当然我自己知道纯天然 但是跟我平时的辛苦训练是有关系的 一个不纯天然人 其实他想走捷径 他要么就想加速进程 达到这么好的肌肉 要么就吃不了苦 那我呢 其实苦在以前摔跤 达到举到举重都已经打好了 都已经吃过了 我现在就是不选捷径 我也能超越一般人的成绩 所以其实我觉得心理老师 您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那些真正的苦 你是已经吃过了 是 所以你后来就是说 你再多花时间练习 恐怕都不难了 是 真的不难 您在做健美的时候 您那时候需要每天花多少时间练习 我在专业训练的时候 其实每天要三练 每次两小时 加到一起 这就是相当于五到六小时 早晨一个有氧运动 是为了减肥专门 中午和晚上 各为了练肌肉 加起来五小时 是我赛前100天的内容 今天其实心理老师 跟我们谈到了一些 其实很重要的观念 是说健美的部分 同时他也强调了一个肌肉 我要来问一下 就是说今天我们节目先结束在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做健美的人 他自己一定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但我们说了 用肌肉来吸引男人 那是要那个男人 天生喜欢这道菜才行 但对很多人来讲 我们相信今天跟心理老师聊天的时候 你就觉得 心理老师其实是很柔媚的 一个女孩子 那么在这样一个柔媚的人的情形里头 你又说的是这么一个健美的人 怎么样在柔媚跟健美当中 您做自己的选择 然后说怎么样展现您的真性情 其实别人了解我 你就会发现 我是一个外强中感 其实看着我肌肉很强大 其实我也是内心相对脆弱的人 我觉得给别人带来的 就是自身来说吧 虽然你看着我好像肌肉很大 但是我觉得平时 如果你要想吸引一个人 外在只是短暂的 更多的是要说你内在的很多东西 包括我这么多年以来 不管当教练也好 我就是希望把我所学 所用的东西 帮助到别人 传输给别人 在这个过程中 别人会体会到你对他的关心 关爱和你对这个事业的奉献 自然他们对你的喜欢超越了你本身 看到你这种健美的状态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 你看我们看到您的照片都非常的柔媚 但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是内心里头 你说的是外强内感 其实不是 你是一个外表坚强 其实你内心是非常柔细的一个女人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谈话当中 你提到了就是说 甚至好几次我提到了您的父母 或者你讲到那些运动员离开架 其实心里老师眼眶都带水 你知道吗 就有那种被感动的情形 这样子 我今天在我们这一段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让观众朋友来秀看一下 心里老师的肌肉好不好 这个导播先focus在我身上一下 让老师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因为心里老师最棒的是他身上的肌肉 当然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的请心里老师来 跟我们聊一下 因为有很多的重要 究竟现在的美在什么地方 而现在女性对于肌肉 跟以往对于肌肉是完全不同 心里老师如何的在这方面 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 心里老师既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当然也希望心里老师 在现场展现一下您的肌肉 导播能够可以focus在心里老师 现在的心里老师现在心里老师的身上就是肌肉 开肌肉 这是二头肌了啊对啊二头肌 其实其实我其实很残困 因为我也是心里老师的学生了 但是我希望我一年以后 好好练可以的可以吗可以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可以我除了一团肥肉之外 我真的找不到我身上有别的可以被称赞的东西 心里老师有信心吗 有非常有 江海老师这个绝对的人才 形象这么好 这个五官长得太帅了 在健美里面这个这个头这个五官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健美老师讲的赞美的话 我们随便听听就好了 不过不过真的 心里老师您您您这个肌肉真的是 您您现在对您来讲 把肌肉保持不是一件难事了 哎呀他们我的会员还说哎呀 李老师我最近没看你练怎么还这么大肌肉 我说这是老底子这吃的真是底子 这是好好的 心里老师我就问一下 呃您那时候有男友喜欢您这个有肌肉吗 他就是喜欢肌肉女 那您现在的老公呢 因为你老公长得也很帅嘛 谢谢 那么俩儿子又长得这么可爱 您家里头这三个男人对您的肌肉是害怕还是喜爱 呃其实你跟我近距离接触 你发现我是纸老虎 没有用的肌肉 有没有用肌肉 扁过老公啊 好可爱 从来不打自己人只打外人 只打外人不打自己人 那那那就是说您的肌肉 您您就这么说吧 您吸引先生对您一般一般男生 到到我如果我们家老婆训练成这个样我天天都担心我现在嗓门还挺大他有这肌肉我大概就不但是我的一般男生还是会有一点点对于这样肌肉女有一点的担心但是您的potion实在太好了就说怎么样可以到您这种一一寸的坠肉都没有哈 呃其实啊这个因为一个健美运动员好健身教练好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保持一定的训练跟饮食习惯所以有了这个好的习惯呢你想插的插不到哪里去 真的您现在在隐私而且你现在老师有这么就是说现在整个大社区里头不管一乡的一乡病常常会看到您的身影但是您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忌口这我的照文 其实是个习惯就是习惯了比如说你大概平时知道哪些可以多吃一点哪些少吃哪些不能吃所以慢慢养成习惯自动你就不会太想吃那个红烧肉呀 那个蛋糕点心就会少那就会吃一些鸡胸肉呀三文鱼呀西兰花呀 真的我记得每一次心里老师跟我说建爱老师你一定有希望的您就少吃点给他提的那刚刚那些五花肉是我的拿手菜呀 你没有这人活着干嘛呀 哎那就明天开始好好练吃可以吃完要消耗点好的我想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心里老师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要把这样一个健康的东西给别人 可出来美国的时候心里老师也碰到也参加比赛也参加训练 但是发觉这样一个文化里头常常有物化女性的部分 今天我们跟心里老师谈话就觉得他身上谈到的健与美是这么样的健康 同时是没有任何物化女性的部分包括心里老师在这里展现肌肉的时候 我绝对相信我们看到的是健康的一面 心里老师有很多的方面他人生的学习也很多 所以和你一样我们来到美国都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在这样学习的过程当中人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虽然带着国内这些比赛的光芒 但这些的光芒不成为他的拦阻 每一步踏出去都找到他人生的路 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和心里老师再来聊一聊 他自己这一路健身同时告诉你 现在什么都不重要肌肉最重要 那我们来谈这个题目 谢谢您今天的观赏 我们期待下礼拜再见 谢谢心里老师 谢谢 谢谢